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可以 我希望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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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只好 不要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 Lowогод 你在这里 是吗 你看看 邱灵气得帅子 Μál� Podcast 我以前没有非常好 最激烈的地方 如果我们怎么生气的情况 那你干嘛告诉他 我是想这件事怎么结果 我说那好快也是瞒不住呢 怎么会瞒不住呢 要是妈妈真的跟他奔派 你们老死不相往 我们把妈妈带到美国去 不就瞒错了 怎么说就算他真的瞒不住 你还姐没对 知道吗 妈妈就是她 妈妈就是妈妈 又怎么样呢 我们已经在世界的那一段了 这些人都非常好 总裁说你和朱夏是真的相爱 你的这种傻相 几乎是不断断的 那你说错了有什么好处呢 老板 我们单纯的 那我们的朱夏 是不是他太好了 把我们沈家的钱去哪儿去了 我觉得王朱夏不应该是那样的 倒是让你想过没有 问朱夏知道真相之后 如果不是缠上咱沈你家 而是彻底的离开总裁 但这些事情两百的时间越深 总裁才在感激你现今越深 折到最后所有事情一旦出货的 他们的 难道会 我拖住你 身旁的方式 梦想想 这下个手 长得起 对不起 就是十八 痛了 又不是小时间 切磋时间一起 不是一起 现在就是 梦想想应该已经跟大人谈判了 也还跟判断 大人更好 就是什么 尤其是看了吗 要不定做 从现在开始 我知道他们的决定 好了 真是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啊 而且 偏偏还是他 这老天爷不是在玩出家吗 梦想 突然知道他是你生父 你还好吧 没事 除了有点惊讶以外 我还是比较担心他 初夏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不怎么办 菲菲 我一会儿把东西收拾下 明天跟梦想搬到你那儿去 从这以后 我 我的生命中 不会再出现神案这两个词 初夏 我知道这种事情突然发生 转变成这个样子 是谁都接受不了 但是你要明白 他毕竟是梦想的生父 他十五年前就应该出现 现在才想回来做爸爸 晚了 梦想 梦想 妈这么做 你会生气吗 他 还在下面呢 还在啊 这人也够倔的 我们刚才好多人劝了他半天 他给都不给我们 就像我们不存在似 觉得吧 他也挺可怜的 二鹏 初夏 别这样 你有什么事别硬憋着 你想哭就哭出来 哈 我会为若男哭 为梦想哭 为我父母哭 为你们每一个人哭 但我不会为他哭 不止他 怎么那么傻呀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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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先走 没有 你这样既折磨自己 也就不出现了 陈安 你现在做这些事情 还有什么意义 能解决什么问题 走吧 你曾经答应过我是吗 你说你绝对不会让出现 受到任何的伤害 你心里就要做些什么 你等到这儿 出现就不会难过了 你等在这儿 你年轻时犯的错 我就可以改变了吗 再来一圈 再打我呀 继续打呀 你知道刚才那一圈 我心里多痛快吗 你说得对 全是我的错 可如果 换成是你 你能怎么办 除非你们能说出来 除了这样我还能做什么 否则就别管我 滚 都滚 算了 由他去吧 你现在强行拉他走 他会比现在更难过 起码看着初夏家 能微弱一点灯光 他还能觉得 他们要完全失去 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饿 初夏 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沈翰 他可能已经走了 学长 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人了好吗 嗯 怎么这么早就办啊 我取了点东西还给你们买了早点 走吧 初夏 能不能单独跟我说两句 三分钟行不行 三分钟之后你可以转头就走 回家 如果你不想去 或者觉得 去了会更重要的 就不要去了 是 是关于这个房子的 这个 是我当初买下房子的合同 这房子 是陈双留给你和梦翔的 你们不要搬 咱们今天就去搬过户 这个房子 是你通过正规去盗买的 它是你沈公子的 不存在贵公园主的说法 拜托你收下吧 我怎么能站着陈双和你们的房子呢 不想看到这个房子闹心是吧 你可以自由地再把它卖给其他人 跟我没有关系 房子的事情撞了 可以走了 初夏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上天让我跟你走到一起 应该就是想再给我一次补偿赎罪的机会 它都能给为什么你不行 难道你忍心让命运把你和我的爱撞个粉碎吗 你差点把我几个梦想的人生撞个粉碎 现在跟我说要珍惜我们之间的爱情 初夏 你听我解释 三分钟到了 走开 初夏 放开 你不要走 放开 你不能走 你别走 别走 放开 放开 对不起 对不起 初夏 对不起 初夏 对不起 初夏 永远 你不能走 好 有点 有点 快 初夏 雪岸 刚才的三分钟 是我们两个最后的三分钟 经过这一切之后 我决定跟学长在一起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初夏 你们骗不了我 雪岸 你了解我 向来不懂感情 不懂你 所以一次次的错失了初夏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嘴上说的是监督 但我心里却是祝福 因为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的为人 和你的能力 可以不让初夏受到任何委屈 但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知道不能全部怪你 但是现在也没有能力 再给初夏简单地幸福了 不是吗 所以这次我会站出来 就算是初夏为了躲避你 而来到我的身边 我也不在乎 我这一次 一定会牢牢地抓住初夏 我能不能和孩子说两句 求求你了 说几句就行 妈 你希望我跟他说话吗 如果你想道歉的话 我已经收到了 其他的话就算了 现在 我妈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好 孩子 这几天要守着你妈妈 让她按时吃饭 先请茶的话 就闷头睡觉 别伤了身体 那 我走了 我走了 晚上 我过来 我们走了 没 via 我头哥 时 学长 对不起 利用力了 你只要能少少设计一秒钟 利用我多少次都没关系 你只要能少设计一秒钟 你只要能少设计一秒钟 沈安 孩子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真的不必要变成这样 你什么都不明白 我明白 晚宴上 孟初夏打你的四拼 被传上了吗 我看见 你在他们楼下 等个意外的时候 今年 孟初夏在你面前 把行李全搬走了 我也听说了 我派人跟着你 但没有祖兰 祖兰有什么用 除非你自己心思 孩子 我们家和孟家 是孽缘的 如今自然 孟初夏心意已决 你也不要为难自己了 就让这段缘分 就此了解吧 不 你还是不明白 我爱孟初夏 以前我觉得我的爱 就是想跟她在一起 可是当她转身离开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连呼吸 都很吃力 原来她远的姚明的爱情 已经渗入到了我的血液里 是会慢慢好起来的 孩子 相信妈妈的话 再大的来期 两人分开 一百天就会过去的 一百天不够 就两百天 三百天 总有钱 你会把她忘记的 你说得对 是会过去的 可是换成一个生命 你放着她不管也是会死的 难道因为这样 我们就可以放手吗 那样的话 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 你放不下了 又能怎么样 孟初夏了 已经把你扔下了 你想想 你为她做了那么多 结果呢 她又对你怎么样了 这种女人 是不配你真的对她这样的 现在我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 向她解释梦想的事情 初夏 我上班去了 是泰迪学长 我是 我知道你来干嘛 你的担心是对的 除了吃饭睡觉 她平时都是这个状态 空心裡 不在国外 海大灵 河青 dun 水 散诞 已是 你去哪儿啊 跟我走吧 这里没变吧 好像没变 又好像有一点变过 毕业这么多年了 我还是第一次回来学校 还记得那种楼吗 在阶梯教室前面的大厅里 有两个女生在吵架 我赶过去的时候 看到你为了劝架满头大汗地 被他们推来推去 特别可爱 图书馆也加盖了 你还记得那时候 你有个外号叫什么 叫做站座小公主 那时候咱们两个人 可是这个学校里面 站座界的传奇啊 那个时候真好 有希望 有活力 还有若男 初夏 我知道 自从失去了若男 嫁给沈安州 这一切博之让你很累 很绝望 但是想想当年在这儿的心境吧 那个时候呢 你一个人带着小梦想 明知道未来 不怎么好走 但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和信心 你前程说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绝对不会一决不战 学长 那个时候的我 怎么会知道现实生活 这么沉重啊 我知道你今天带我出来的 放心吧 我没事 只是 心里好像蒙上了一层灰 恐怕是擦不干净了 没事 没事 那我做你的清洁工 每次你难过的时候 就让我 来帮你打扫干净心里的灰尘 一次 两次 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的心里总会亮起来的 我相信你 哪有那么容易啊 就算是我想忘记 也总会有人逼我想起 怎么是这样的 想喝点什么 想听你直接说说 找我来的问题 果然 仇恨你改的意 来 你现在说话的一心 我给你解决一下 梦想那个孩子 她还好 我知道事情后 一直想骗解她 遇见我们沈家 遇见她不说话 不必了 她心梦了 跟你们沈家一点关系都没 我给你解决 我今天一次受了障碍 我告诉你 其实当年 我给天哪儿表示我欠 但她没进属 所以说 你不是能 用着手间穿过 我就想 我想问你 你这次离开什么 是不是能对你自己 想得更大 不亏我来之想 你还真的有点儿事来道歉啊 可能不只是为了 确认这件事情 我想我没什么好说 等等 这张卡是你上次退回给我的套 如果你真的是不能原谅沈安 而离开她的话 请拿着卡 带着梦想 离开这城市 也好让是爱 断了这年想 就算你想 和梦想 一块儿出国烈水 也不成为了 只看你给宋娘 一大不相同 足够让你们母子 一辈子 一十五年 我想 当年 当年你也是这样对我姐的吧 除了这些 我还想什么 你们对我姐都还做了些什么 梦想什么 你不是已经决定离开什么 为什么不能拿下这笔钱 离开这伤心地 去过得你幸福明朗的生活呢 如果我受了这笔钱 就等于替我姐 替梦想 嫫我 算了 对不起 我没有这个思维 你怎么知道 他们不愿意接受 那您去找他们 好啊 我可以找你父母谈谈 董事长 对我爸妈来说 你们沈家 是他们最大的噩梦 所以我决定 把这件事情 永远地引来下去 让他们觉得 我跟沈岸 只是因为感情不合而分开 难道这样也不行吗 如果你还直接去找他们 走 我就不跟沈岸 什么 冯初夏 沈岸这个男人 先是跟你姐姐 然后跟何伦来 两个你生命中 最重要的女人 都有过一代的关系 你就那么不能离开他们 你口口声声说不能原谅 却宁可放弃那么大一笔钱 要跟他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面 孟初夏 你来说你不是贪得无厌 要谋图更大的利益吗 我 他是为了我留下来的 不行 李总 你不省了你朋友吗 你跟孟初夏是什么关系啊 初夏 以后想要在哪里生活 怎么生活 跟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相信董事长 你也了解过我的实力 虽然不能跟沈家媲美 但是让初夏过上像您一样的日子 也不成问题 最重要的是 在我的世界里 没有人会质疑你的人格 所以 我们的关系你也看到 应该可以放心 不会再出现像今天这种 贸然打扰的事情 对不对 告辞 喂 董事长 有人喝了我们的西咖啡 中途进医院了 什么 你怎么跟过来了 不是说了吗 你怎么跟过来了 不是说了吗 不想给你深陷其中的时间 落了灰尘 就要马上打扫 都可笑啊 明明我们才是被困了 你怎么会贴着 就要你用这种方式来帮我 难道一无所有的人 在被亏欠的时候 就只能选择金钱 而不能选择尊严吗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逻辑 这也不是一招一席可以改变的 他们不认识蒙初夏到底是谁 那是他们的损失 你只需要看着前面 走好自己的路就好了 有我们陪着你 真不错 太队岳掌 我觉得你穿围裙特别有气质 我就当你化我了 你这两天和以前特别不一样 怎么 难道准备伸手抓住机会 你看 刚才我让他帮忙拿个杯子 又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发带到现在 我现在没想过什么机会 只是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不能不管 对了 吃饭吧 菲菲 先帮你吃饭 我要告他们 就是因为喝了他们审视集团的 龙塔诺咖啡 我们才变成这样的 上吐下泄 全身脱水 他们这是谋杀 我们需要的是食品安全 这样下去 我们可怎么办呢 我们呼吁的是食品安全 还我们健康 打电话给Mr. Lee 让她派最强的PR过来 告诉记者 检验还没出来之前 我们不会做任何回应 跟政府有关部门说 省市集团 会全面配合他们一切的调查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实又发生了一起 就在一小时前 媒体五分钟后发布 又能在这走走了 真不错呀 你能让我看一下那个伤口吗 啊 我保证看完以后面无表情 我保证看完以后面无表情 以前Y7牛8的 现在品种多了 叶教授说 以后避免光照 再好好休养一阵子 会恢复得更好 长大了用粉底一遮 再用肠头外一盖 还是美儿一个 是谁保证的面无表情的 这张脸现在还有表情吗 像得眼睛都快没了 行了 我帮你戴上吧 没事 我自己来吧 看你倒不像是故作轻松 怎么样 亲生父亲是沈叔叔 很震撼吧 你恨他吗 现在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吗 孩子长大以后 去寻找亲生父母 如果真的恨 就不必这样大费这张了 可能是因为从来没有拥有过吧 如果我的亲生父亲出现 我第一个会想到的 就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沈叔叔你也了解啊 怎么样 如果没有当年的事 他会是搞不服气 他现在一定很难过 在我心中 他一直是一个游戏中的老板 既骄傲又讨厌 不过却很厉害 可是 在搬家的时候 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当年虽然做错了事 但也受了惩罚 你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 去看看他吧 安慰安慰他 他心里也许能好受一些 他就会不会打不动 好 他就会不会打不动 很快 我已经被打不动了 我应该打不动了 如果再打不动了 就会打不动了 那么好 一会儿 我就会打不动了 好 我应该打不动了 孩子 你是来找总裁的吗 他不在啊 他不在啊 他手机关机 我以为他在家呢 我们大家也都在找他呢 这样孩子 如果总裁联系到了你 或者说 你从你妈妈那里 知道了他的一点点消息 一定一定要告诉我 OK 发生什么事了吗 沈氏 沈氏出事了 中毒事件的报道 有客观 既不可以包庇沈氏 也不可以为了博眼球 总能听闻 至于沈氏案 被孟初夏当众掌播的这个新闻 想办法压抑 这两件事情 加在一起的观感 对沈氏太不利了 是 我现在马上就去办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什么情况啊 这件难道 你还不需要 尽做 男人 我 嗯 你 有 小体 不是 你 一码事归一码事 如果我知道他在哪的话 我也会劝他赶紧回审市主持大局 詹先生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对不起 我给电话进来 喂 你好 谁 记者 对不起 我真没什么可说的 初夏 你看新闻的吗 巨大的 无能了 露了 露了 露啊 露了 露的露